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台北市的香滿園古早味傳統美食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日本的朋友非常回念這個店家 所以我們就吃別的品項 我是在這個小小的巷子裡 菜色就照一下 那很多貧運媒體的介紹是非常有名的店家 我也要便當 鹵肉飯 好 我要茄子 然後鯊魚肉可以選嗎 鯊魚 潑菜 芥蘭 跟高麗菜好了 好 這樣90 然後我還要一碗金針吃肉湯 金針吃肉湯 對 好,ok 140喔 好,那這樣,謝謝 好,這樣 配菜就拍一下 好,ok 好,沒關係 現在就在公園吃了 這樣也可以 因為 便當一定是比較便宜 好,那當然加上這個 阿 阿春食堂的隨人包蒜香辣醬 隨時想吃,隨時就加 加下辣 好,那現在就吃這個便當啦 好,那現在就吃這個便當啦 先從這個肥滋滋滋的滷肉飯開始 好,這樣感覺又比較超值喔 好,這樣感覺又比較超值喔 好,香噴噴,香噴噴啊 好,這樣便當我感覺吃起來比較豐富喔 上一集的話是只有一碗滷肉飯而已 好,加辣的話會更顯得這個滷肉飯美味 嗯 嗯,加辣啊,口味變得更好了喔 嗯,讚喔 哦,這個鯊魚肉也不錯喔 嗯,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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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就是大同區非常著名的滷肉飯 啊,我喜歡這種便當的形式 好,肥,這隻肥吃吃的啊 好,這樣這個豐富的配菜 這樣吃起來更加的豐富喔 還有這個辣椒醬喔 吃起來就讓這個口味更加的多元 不會過辣啊 這樣吃起來更過癮 嗯,讚 讚喔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相當的豐富喔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相當的豐富喔 好,這沙魚肉膠質也很豐富喔 吃起來很過癮 這樣辣辣的辣辣的 吃起來就真的是辣香辣香了 嗯 讚喔 哦,真的辣的好爽 好,再試茄子 嗯 配菜都相當的美味啊 嗯,好吃 那是芥蘭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100分 如果你喜歡吃豐盛一點的話 配個便當,然後又比較便宜啦 好,我覺得很棒 好,滿個分 好 讚喔 老闆娘,那我 我內用在一碗滷肉飯 然後 滷肉飯,豆腐跟滷蛋 滷肉飯 對對對 好,好美味 好美味啊 這是要什麼 大滷便當一個 好,這邊生意真的超級好的 哇哇哇,滷肉蛋 都是整 humanity 吃 嗯,對 滷肉飯 滷肉飯 很有名的滷肉飯 滷肉飯加到這樣就是香 又香又辣又好吃 哪有酸菜 真是無敵組合 甜鹹甜鹹的口感 非常的棒,但是一樣是很小分 真的很棒 就這個日本朋友很喜歡的滷肉飯 日本的朋友啊,你有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你懷念的滷肉飯 再加上這個豆腐 這樣吃起來超爽的 這絲木魚淋一點汁喔 肥滋滋肥滋滋的好喔 這樣吃起來真的是很過癮 然後稍微會有點黏嘴巴的感覺 好,這個豆腐跟滷肉飯真的是 真是絕配耶 好,熱騰騰,熱騰騰騰 好,所以是滿分,讚喔 但要搭配一下喔 加個辣,加個豆腐 好,這樣子吃起來更豐盛 讚 好,最後是這個金針吃肉羹 讓今天的早 我的晚餐啊,畫下完美的句點 再來 好,現在就吃一看 好,肉羹相當好吃啊 然後這個金針菇透著清香 但是肉跟粉稍微多一點啊 好,肉羹相當好吃啊 然後這個金針菇透著清香 好,肉羹的調味也稍微甜一點啊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但是也還不錯啦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個人會希望他那個肉塊的肉 再多一點 然後這個粉少一點 好,那相當不錯啦 是這邊的在地名店 價錢如果 如果 組合少一點也是算是滿親民的喔 好,OK 讚喔 這個就是日本朋友很懷念的 香滿圓 好吃 好,湯頭清爽 然後帶著一點胡椒味 好吃聲音又好 好,那個人覺得他們的乳酪飯 加點辣椒醬會更美味喔 然後那便當記得是外帶的 然後想吃豐盛一點就外帶 然後內用的話就是 就是 自己搭配喔 就單點價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辣椒醬 阿春的也不錯喔 哈哈 那老闆是滿親切的喔 所以滿喜歡那個辣椒醬 好,各位朋友有興趣可以購買一下 再下筆 好,掰掰